我們看這一題 這一題它說一直線通過02這一點 切與兩軸所為成的面積 三角形面積是3 直線可能這樣子 跟這兩個軸所為的面積是3 又可能這樣子 這個是3 那這個結局的話 我假設叫A好了 那這個是原點 那這個大小 這個當成是底 那這是高 也就是說 底 乘高 高是2 除以2 這個是等於3 也就是說 這一條直線 它X結局 是等於多少呢 X結局的絕對值是3 也就是說A 它可能等於正3 可能等於負3 那這一條直線 我把它選擇結局4 是A分X 加了多少呢 Y結局是負2 負2分子Y 那等於多少 等於1 那這樣子的話 那A的話是等於多少 A等於正負3 A等於正負3 那我現在給它通分 通分以後的話呢 等於多少呢 正3乘以負2的話 是等於負6 負6 或者是正6 負得正正6 那分多少 分之負2X Y乘以正負3 加減3 那這等於1 加減3Y 就是通分啦 所以就得到負2X 加減多少 3Y 等於多少 等於減加6 那我把它移過去 移過去以後 或者是說 它寫成Y等於多少一個形式 寫成這樣就可以啦 寫成這樣的話 就是說 有一種情況是 負2X 加3Y 等於負6 等於負6 這種情況 或者是負2 RX 減掉3Y 等於正6 等於6 那你把它寫成函數形式的話 就多少呢 就是 上寫這樣就可以了 或者是說 把這1過去 刪除過去 Y等於多少呢 這1過去以後 變正了 就3分子2 X X 負6 除以3 是負2 這是一種 另外這一種 移過去 移過去 這個是 Y等於多少呢 這個是負的才對 一過去是正的 這1過去是正的 那負3除過去變負的 3分子2 3分子2 X 6除以負3 也是負2 這個話是這個 講義上的答案是這個 不過你寫這樣也是可以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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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